好啦 接下來換我的主場囉 阿德 跟緊一點 這間店位在台北東區的小巷弄裡 每次只要我一想吃一式燒肉 鐵定會來這裡報到 因為這間店的食材很厲害 可以滿足我對燒肉各種 龜毛又嚴苛的要求喔 你有來過這邊嗎 我沒有 我很想來啊 我跟你講 妳先吃一塊 我每一次要來訂位啦什麼的 通通都訂不到 這是什麼 這是牛乳花肉 對 這是哪裡的肉 這個是澳洲的牛肉 澳洲牛肉 對 澳洲的牛肉 店長真的很聰明耶 我本來以為他要回答你 就是牛肉哪一部分的肉 沒有 妳要吃 妳要吃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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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油花生物最均勻的一部分 這一道菜的話是 吃燒肉一定要吃的一道菜 對啊 如果沒有吃這一道菜的話 不可以說妳吃過燒肉 它吃起來怎麼會有那種 乾的味道 乾的味道 乾 乾 就是乾 那個乾 後來的 它是微乾的乾嗎 不是那個乾 不是就是那個乾 那一道 怎麼可能是錯覺的嗎 沒有 真的有嗎 你看是不是 有時候會有 等一下 愛吃這樣 你現在站在他那邊就對了 我是常客 所以有時候會有 為什麼沾板沒洗乾淨 還是什麼 就是 你習慣會有牛肉 後來真的 對你比較敏感的 所以就有嘗到那個味道 你看 店長來稱讚我耶 好開心喔 說到這間詹姆式最愛的燒肉店 平常想來可沒那麼簡單耶 它都一問難求喔 很多talker更稱它是 台北霸台界的第一名燒肉 聽店長說 他們的食材 從頂級和牛到松板豬肉都有 部位又可以細分成有牛舌啦 牛板件 牛五花 牛小排 有很多種選擇 因為他們對選肉的品管非常的嚴格 所以來這裡吃燒肉呢 就是要感受肉質的鮮美 不需要太複雜的醬料 簡單的醬油和檸檬 就是最完美的搭配啦 這個是送滿足的 好 前面我們一開始都是蘸一點檸檬 對…就先吃原味 其實牛五花的這道菜的話 會一直在比較中間的時候燒 因為它的味道是比較重一點的 所以一開始 一開始的話都會像牛舌的話 是一般還會餐 其實應該怎麼講 這是這個燒烤的食物 燒肉的時候 從鹽藻的開始 對 鹽燒 鹽燒開始吃 然後就感受到這個鹽燒 比如說鹽燒跟這個檸檬的組合 鹽燒跟這個蘿蔔泥 洋蔥 然後是蔥的組合 到一段時間 我在講話你們在聽 沒有 這個啊 而且我好好吃喔 我好好吃喔 什麼那種 你現在那個是板件對不對 你看這個牛啊 一個好吃的牛 最鮮的一塊是什麼 你真的 什麼 我可以 你真的願意繼續主持下去嗎 我覺得你開市之後 你就不在乎動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 老開始吃東西的時候 舌頭在動 腦袋就沒有辦法動 這好吃 所以它 我知道那個這個啦 看什麼 有 就是白白的那個啊 它拌的是什麼 那是油脂 油脂 油脂 幹嘛 可以趕快給它烤一下嗎 沒有 一直看那個 也不是一個辦法 是不是 以前整個角色都是我在拌的 這個也不是在拌的 還要拌的 接下來是這個 牛舌是不是 好 牛舌的話 這個是鹽豬的牛舌 做包片 所以應該牛舌是不是上面 你都一定要放好嗎 不一定啦 不一定 他們自己店裡 我們又有另外一組是破片的 而且電腦是不是說 牛舌不能吃全熟 要五分嘛 對 牛舌的話一定要吃五到六分熟 因為牛舌的話 很耐煩 而且像其實我們牛舌的話 一定是用它牛舌中端的部分 牛舌最公主的地方 對 來這裡吃燒肉就是會一直 不斷重複這句話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鹽燒牛舌是我每次必點的最愛 基本上牛肉可以生吃 所以最好的熟度是在五分 另外在這裡吃燒肉 會有專人幫你代烤服務 因為一塊好的肉 還需要好的烤肉技巧 過熟或是過嫩 對彼此都是傷害 不是你嘗不到烹飾的美味 就是燒焦的肉片 躺在鐵盤上哭哭 說得是重裝備登場喔 他們的牛舌厚片 更是熟客必增的限量商品 烤過之後微微的脆度 和牛肉散發出來的鮮甜 讓你捨不得立刻吞下毒 邊嚼邊點銅的同時 還會一直發出 厚厚水的讚嘆聲喔 這個板件可不可以切一塊 切一塊小小一塊給我 為什麼 小小小一塊 這樣給我 不是 我想要吃生的吃 真的假的 你在害怕什麼 真的假的 真的嗎 可以加生吃喔 可以生吃 不用加兩個 很甜的 我搞的 撒入了 點點檸檬汁就好了 怎樣 我也要 我要 我也要 店長 我也要一點點 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 冰淇淋 真的假的 然後像什麼 像烤肉 所以我現在要加一點點 檸檬汁就好了 很好吃喔 加這一點 一點 好 我還要一點甜甜到 真的 可是妳敢吃嗎 我敢吃 可以吃耶 妳們要試試看 真的可以吃 我騙妳這樣 真的啦 有沒有 而且要放下去 妳要記住 妳每次吃燒肉的時候 放下去 第一個時間 一定要有一個沙子 有 這個東西 妳拿起來就知道 有沒有 這樣再滴了 就它裡面的水分是充足 裡面的洋蔥已經脆爽了 來了 不客氣了 不好意思 這是什麼 怎麼在你嘴巴裡面那個肉質 原來蔬子 裡面是夾的洋蔥 這個洋蔥裡面有先 有先處理 處理 就冰淨泡一下 然後再趕快來 浸乾 我沒有泡一下 泡了一下 整把洋蔥的嗆露全部都拿掉了 可是既然要放洋蔥 已經泡了洋蔥 裡面嗆味 不然幹嘛要放洋蔥啊 你現在是要躺回來嗎 你如果那個嗆就怪 你反而把牛的味道給撒嗆 對不對 我們應該是吃牛肉 不是吃洋蔥 對不對 他剛才問完我講 好像也是 好像也是 上也笨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新手上路嗎 多多包涵 原來洋蔥沖選的目的是要 去除一般人不喜歡的辛辣 要保留甜味 至於我眼前的這盤烤牛板劍 我只想說 我的老天爺 怎麼會那麼好吃 正當我還在細細享受嘴裡的美味 詹姆士突然看著我 露出一臉很得意的表情 奇怪了 那個紅通通的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 什麼 妳可是有心理準備的 為什麼 雞肝 等一下 它的顏色 怎麼跟我平常看見雞肝不太一樣 又是這個味道 舒服 爆漿 爆漿 這個味道 好吃 好吃嗎 是一般 就乾的話 其實它會 外面看到的乾都是會呈那個 比較暗紅色 但是我們店的話有去 特別去挑過 它是不是呈現一個粉很嫩嫩的顏色 對 它上面感覺像在毛細口上面 都有滲出那個紅色的汁液來了 有 這個叫雞肝油 一般我們在吃很多雞肝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們聽到乾 雞肝就會跟豬肝聯想 豬肝吃起來是很粉的 對不對 然後吃起來柴實在不舒服 雞肝不會 雞肝比較嫩 但是雞肝嫩歸嫩 你知道後來 如果你油脂不夠多 吃在嘴巴裡面 那個粉的感覺還是不舒服 對 或是你跑過手 沒有 把你進去了 你要講它是鵝肝嘛 說真的有點誇張啦 可是類似 這這麼好酷喔 它本來好吃到 你夾到我 我已經吃完了 不然你家一個嗎 你不知道嗎 這樣我們是從來不分享食物的嗎 不然你從手說的厲害 這個是烤飯糰的 它是鮭魚的 烤完之後還會加一點這個海苔粉 好 你要說它烤得好不好 最簡單的 先從飯開始 飯煮不好 飯的就不會好吃 再來你要烤到怎麼樣 你在吃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外面的這一層飯 變成一塊皮這樣 黏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它直接有那種交響 這才是一個好飯 你看 鬆 你知道 因為我剛剛說的那層皮 裡面在這邊 有沒有 怎麼那麼好吃啊 好吃喔 而且它裡面高燙燙的感覺 你剛剛講的是排什麼 是有這麼狠嗎 你真的會覺得這個瘦子 這個在什麼 飯 飯 它其實吃到嘴巴裡面之後 它還是不斷刺激在料理自己的感覺 刺激 我真的覺得因為那個肉還是 就是外皮 還是在那個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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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 阿德 你不錯喔 乾脆 但是 下次形容的時候 記得講鮪魚 我聽不太懂 簡單的說 這個焦香味十足的鮭魚飯糰 一入口先是米香的焦脆 鍋巴的口感 接著飯糰軟綿的內餡 包著濃濃的鮭魚香 吃完後 嘴裡還會流著鮭魚脂淡淡的甜 很好吃喔